请问一下被鲨鱼咬到跟被鳄鱼咬的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的回答真的是有 大家好我是胡福奇车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我们节目里头经常出现的 Waltoys的Beast of Bugs系列呢 来到了第17号的Shakila沙奇拉 它是一款以鲨鱼呢 作为猛兽形态的一个 OK魔术方块 那它的话呢 跟之前推出的第15号 这款类眼煞星呢 模具呢可以说是 原则上是一样的啊 就是说呢差别只是在 它是一个这个鳄鱼的手跟脚 而沙奇拉呢则是鲨鱼的旗 那我呢发了一个一个一个蛮无聊的动态啊 也是一个冷冷笑话的一个动态 我说呢 请问一下被鲨鱼咬到跟被鳄鱼咬到有什么不一样啊 大家的回答呢真的是有些很震惊啊 像是说什么 最震惊的就是说呢 鳄鱼的话呢 基本上咬到之后呢就不会放手啊 而且呢它咬到之后呢就会利用翻转身体呢 把这个你的这个手啊脚或是被你啊被它咬到的地方呢把它给扯烂啊 就死亡翻转非常的恐怖啊 而且呢会尽可能的把你拖进水里头给溺斃 但鲨鱼的话呢就属于一个啊一级离脱啊 它可能咬你一口之后呢 它就会暂时的先游离开 那制造出伤口之后呢啊可能会吸引更多的鲨鱼过来围攻你啊 而且鲨鱼基本上的攻击性能还不如鳄鱼来的高啊 它也不太会攻击人类啊 因为人类骨头太多体型也比鲨鱼通常会比鲨鱼来的大啊 所以呢啊原则上的恐怖的程度来讲的话呢 鳄鱼应该是比较恐怖的 那以这两款玩具来说呢 以我来看的话呢应该是鲨鱼比较恐怖 因为这个嘴巴张开的程度呢 我觉得好像鲨鱼的张开的程度好像是比较大一点啊 OK鲨鱼WINOK 非常无聊的一个对比啊 那我们的话呢就来看到这一款 第17号的红色的鲨鱼啊 是煮熟了吗还是怎么样啊 首先的话呢我个人是很喜欢它中间的这一个铁灰色 它的话呢很好地做了一个分色的一个效果啊 等于是有一个类似于是红色的一个外壳 然后内部是铁灰色的一个内部结构的感觉了 那身上有一些透明部件 首先的话呢是这个眼珠子 这个眼珠子这个琥珀色的一个眼睛 个人觉得比较漂亮的啊 再来就是它的身上这个小枪是一个透明的 枪的话呢一共附了两把 你可以放在中间正上方中间有个洞 那另外一把枪的话呢 我是呢已经把它收到肚子里头去啊 那非常遗憾的呢 是它这个肚子里头呢 真的只能够藏一把枪啊 所以以我个人的话呢 我可能会比较倾向的这个枪就干脆不要拿出来 直接收在盒子里头永久保存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它的盒子的话呢 是给它鲨鱼呢 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扭曲这个感觉 但实际上这一款的话呢 是没有办法做到像盒子那么夸张的啊 它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都是球形关节 但是能够动的幅度呢 原则上是用来旋转啊 左右动的话呢 其实还是被造型限制是比较多的啊 可能你还是自己脑补一下 这个鲨鱼游动就可以了啊 那可动比较多的呢 只是这个旗的一个部分 那旗的话呢 除了360度的转动啊 这个旗都是一样的 还可以上下有一个幅度可以动 那透过双动关节的话 就可以再往前或往后动 这些呢在变形的时候呢 可以作为达到一个调节的一个效果 那这一款的话呢 变形的话呢 是比较干净利落的 我们就来简单的示范一下 这个变形过程咯 首先的话呢 啊这个枪的话 你可以收到里头啊 但是我直接把它给拿掉了 首先的话呢 它的头尾的变形是一样的 我们先从头部变给各位看 头部的变形结构比较简单 所以我就直接用这个地方 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啊这个地方根部打开 再把这个上额跟下额呢 也给打开啊这里 上额下额打开的时候呢 中间的这个点呢 是维持在中间的啊 把这个下额呢 就往下面推 上额呢 就往上面推上去 那两侧这个部件呢 能往两侧呢 拉多远呢 我们就把它拉的多远 再把它往中间啊 做一个靠拢 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基本结构啊 基本的变形就是这样子 根部的一个变形呢 不对 尾部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 但是尾部的话呢 结构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 变形上会稍微纠结一些些 不过问题也不大 两侧一样打开之后呢 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啊 这个五鱼月巴的部分 先稍微打开 然后呢 上下这两个部件 就分开了啊 这个上下两片部件呢 就如同刚刚鱼的上额 跟下额一样的 只是它的一个上额的部分呢 你看还多连结了 这个尾巴的部件 没有关系 样把它往后面折下去 那折下去的时候呢 请记得这两片部件呢 能够往外 两侧拉多远就拉多远啊 这样子的话呢 才能够方便呢 我们做一个这个部件的一个收纳 那两侧的造型 有点点不太一样 各位看到这啊 这里 这个地方啊 这一块 看到没有 这里是多了一块的凸 另外一侧呢 是没有这个凸的 所以在收纳的时候呢 你要特别去留意一下啊 把它给推正 那推的时候呢 这个所谓的一个 鱼的一个上半部跟下半部呢 是要平均分摊的啊 不要不要 过偏这一侧 或偏这一侧 那再来就把这个鱼的这个尾巴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 里头是有个锚钉的吧 以这个锚钉的话呢 它是有个双动关节 我们把这个鱼尾巴呢 给往内推进去 两侧都是一样的 一定要记得把它给彻底的推进去啊 彻底的给推进去 再将这个鱼尾巴的话呢 有一侧的部件呢 是可以翻转的翻到同一边 那这里的话呢 尽可能的把它保持一个捏紧的一个状态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 这个往中间翻折的一个过程啊 那头部的话 我们先从尾部翻折 因为尾部的一个结构比较复杂 它有多了这两块部件的关系 我们把它往上面折上来 那这里呢 直接把它给推上去 那推之前的话 我会建议呢 再把这个前辈的这个旗呢 给转一个方向 利用这个双动关节 把它往前面推啊 尽可能的呢 让它这一带呢 能够空出来 这个部件稍微往下折一点点 然后就利用这个地方呢 翻折上来 这里有个很大的一个球形关节 我们呢 就顺势的呢 将它给往下面给推下去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一块凸啊 对应下侧 多一个凹 我们就这里 把它给扣进去啊 这个地方扣一侧 然后再去扣另外一侧啊 这个呢 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这两侧扣进去的话呢 基本上这个变形 已经差不多就要变完了 扣下来之后呢 这两片部件 你看到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凸的 那顺着这个滑槽呢 给滑下去就可以了 顺着一个滑槽 这样它给滑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鱼的这个旗的话呢 顺着这些造型呢 往内推啊 这里边原本是一个双动关节嘛 对吧 顺势的呢 把它往上面推进来 OK吧 这样子以来 我们这个尾部的变形就算OK了 前面的话呢 就更加的简单了 直接往上翻上来就可以了 那翻上来的时候 一样是这里看到这里 有两个凸 一二这里有两个凸对吧 一样是要扣到这里 跟这里这两个凸 前后的一个结构呢 是一样的 但是这里翻下来的时候呢 一样要留意到 这里一个大星球星关节的话 有时候呢 是比较容易去喷溅喷出来 这个地方啊 有时候呢 这个就转动的角度呢 如果不是很对的话呢 就会滑出来 这个经验呢 有些人有 有些人没有啊 但是有比没有好 再来的话呢 这个地方要留意一下 这里 这个地方 它是有个洞的 转过来 推上去啊 它这里是有一个 突跟到一个结合 在这边 原则上呢 就是把这个 有这个金属涂鸦的 这个字眼呢 是推到内侧 推到内侧啊 这里有个突跟到的一个结合 把它给扣进来 OK啦 我们的这款 杀其拉的一个 变形过程呢 就算是 大功告成了啊 这边 OK 那原则上的话呢 就是 结构来讲的话 算是比较稳定一点的 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扣的还是蛮扎实的 那这个造型就比较 比较比较 其实我分不出来 哪一边是 因为以前的每一个猛兽家 这里啦 应该是这里 这里应该是正面吧 变成面 应该这里是算正面 OK 我解答了这个问题啊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方块 这个形状 而这个前一阵子呢 啊 它的一个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OK 它是一个 之前有一段时间没有附盒子 但现在有了 所以呢 这个玩具的话呢 完整度呢 就变得更高了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分享这一款 52toys推出的 Beastbox 第17号的杀奇达 到这边 非常值得过来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